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股市 卡拉拉也应该有反弹吧 有啦 往下弹 弹了7点 往下弹 有弹 往下弹也是弹 所以这个盘现在很危险 你要听我的节目 要看我的节目 我是喜欢讲真话 很多人不爱听 忠言给他逆耳 没关系 你可以看别人的节目 你要得到怎么样 安慰的 秀秀的 请看别台 不要看我的节目 最后去找工作的时候 记得 不是我害你的 是别人 这样子老船长 我们还是继续看你的节目好了 听说有看 有保庇啦 没错 所以啊 拍大事不能做啦 开大门者正路啦 很多的人去庙里面烧香拜拜 神经病啦 我不是说去庙里烧香拜拜是错的 而是那些人喔 做了一堆的坏事情啦 拍大事啦 还要去跟神明求 希望神明保佑他发大财啦 这种人你周围有没有很多 哦 很多耶 老船长 那就对啦 你当神明都是青梅喔 哈 还是你认为神明都空空 如果连这些喔 每天做坏事的人去求什么 神明还会保佑 那也不叫神明啦 像我 我做坏事的时候 我都不敢进庙里面啦 求死 求个鬼啊 我自己心里知道 神明不会保佑我 我自己喔 三好 咖一好 四好 这样各位听懂不懂 不要每天啦 在那边喔 哦 我个人喔 我再讲一次喔 我相信世间有神明 人在做 天在看 你们不要以为你今天做了一点什么 坑杀人家的事情 不会报应 今天我要花一些时间讲股票 我们先从这一支做今天的开场白 搜得不错 搜跌停板 看清楚啊 87块半了啊 他从两百几十块最高点的第二天 我说这支股票要崩盘了 当他从两百几十块摔破一百块的时候 摔到大概一百几十块的时候 我先讲第一句话 我说这支股票连一百块我都嫌贵 各位记不记得 那时候很多人怎么样 对我很不谅解 现在一百几十块你跟我讲一百块嫌贵 老船长来要不要搞丑啊 我一点都没有搞错 是你搞错了 有没有一百 八十七点五了 老船长八十七点五已经摔到狗吃死了 你会不会嫌贵啊 看我的嘴型 好贵哦 他凭什么八十七块半啊 第一季才赚七毛 股价八十七块半 那金居怎么办啊 金居啊 第一季赚多少 断一点六五啊 是他的一倍超过啊 金居四十几块 你就合理 大宇智八十七块半就不合理哦 对啦 我认为他太贵了 所以还要再跌啊 但是你知道吗 跌到这边的时候 拉一根涨停板 带你买的人说 不排除要带会员加码 其实会员的头在这边已经找不到 都断掉了 这边继续表演 而且还怎么样 秀秀他的会员还有观众 你们不要骂我 不要怪我 我还是看好哦 我要带你们加码买进哦 就会员又去解定存 对不对 观众呢挖老本 然后怎么样 抢进挂掉 还有别的头骨老师在这边趁火打劫的 说带会员来抢反弹的 好厉害哦 今天闭嘴了没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 你们都把名字记下来啊 走过必留下痕迹啊 游戏谷哦 不听我的后面会很难看啊 我说过大宇之的接班人就是辣椒啊 我管你出什么天堂级 那你的事啊 来 斩咯 有没有 哇一反弹老传堂不准 来试试看嘛 这个下去的话后面很可观啊 这个第一季啊 只有赚一毛啦 啊你推天堂我们来看看 棒辣椒可不可以带动辣椒嘛 看天堂有多少人会去买嘛 游戏股 手机里面的游戏一辈子的岁月都玩不玩 不要钱 所以游戏股这种公司啊 公司能有什么资产 今天我买一家公司 你在公司里面都土地资产 我还可以跟你摆着 对不对 这种公司 各位看一下 股本2.7亿啦 看清楚啊 啊股价多少钱 到今天还有四十几块 第一季才赚一毛啊 反正哦 不听我的哦 最惨的不听我的就是这种 浩鼎 浩鼎 有没有听老船长的 不听嘛 不听就灌下去 诶诶 市场会教训你 不是我 这个炒到七百多 有没有学到教训 当然没有学到教训啊 照样挂掉 它的前身是谁 基亚 从四百八十几一路 灌到今天收盘 只剩五十一 看到没有 基亚的教训够不够 当然不够啊 再一只浩鼎 对不对 够不够 还是不够 还有很多的生计高价股 都要注意哦 台北股市一旦跌破万点 注意听好啊 你把笔记都拿出来抄号 一旦跌破万点 我告诉你 几乎所有的股票都要挂掉 没有那个什么 哇我的股票很机忧的 不要来这一套 什么大力光台积电都要跌 有一个什么意思 因为外资会卖 一句话讲完了 不要跟我讲什么 分析这正案 我不想听了 外资会卖四个字 台股会不会跌破万点 我觉得几率非常大 但是我说过 我还没有 逼吹哨的时候 也许你还可以不用跑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要吹哨的时候 你的期货户头 有没有开好 老船长 我们开什么 期货户头 我们不做棋子的 对不对 你叫我们做棋子 我们就是不做 怎么样 没有关系啊 我又没有叫你做啊 对不对 一百个人看我节目 有一个人听我的话 就可以了 期货户头先开好 到时候血流成河的时候 注意听啊 外资啊 你会听到 在期货市场上 台子期啊 多少万的空单啊 他股票也一路卖 你不是 你就定在那边 打死不卖 然后就看到一直跌 一直跌 已经跌这么低了 还要再卖啊 卖不下去 杀不下去啊 老船长啊 没关系 再继续跌 跌到最后 会跟我说什么 哎呀 早知道当初腰斩 我就先认赔卖出来了 有的虚的迷 因为后来腰斩之后 又再腰斩了啦 这就是过去哦 跌破万点哦 台北股市一次灌了 两千多点 很多的股票哦 腰斩 再腰斩 我现在请你做笔记哦 第一个 生计股 全面避开 第二个 游戏股 全面避开 啊游戏股有赚钱 要不要避开啊 对对对 不用避 没关系啊 星象有没有赚钱 有 挂了 看清楚啊 挂了 这个头部很大哦 这个下去会跌死人的哦 管你有没有赚钱 你星象才赚多少钱啊 才赚2.27而已啊 第一季啊 凭什么股价 一百几十块啊 对不对 而且都要跌 因为外资要卖 都要跌 外资不是傻子 他知道哦 那个兵败如山倒哦 那个崩盘就是山上滚下来一颗大石头会压死人的 啊 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加码摊平越摊越平哦 游戏股 生计股 通通都要先跑掉哦 还有一种叫做更严重叫做亏损公司 听不懂是不是 亏损公司 啊 公司赚鸭蛋 一毛钱都没有赚 这样子你还听不懂 你手上只要有亏损公司的 我管你是你自己买的 或是怎么样 你跟着那个老师他叫你买的 反正他把你当猪脑袋嘛 对不对 你手上买了很多亏损公司嘛 啊 崩盘的时候 亏损公司他之所以会涨是阻力在里面 我涨这么大 在股市几十年的经验 我告诉你哦 崩盘的时候 阻力会死得最难看 好 阻力往往会挂掉 就是他碰到崩盘的时候 有一个下来的谜 因为崩盘的时候 大股东会不计成本的倒出来 因为大股东一张股票成本 可能只有一块钱 甚至五毛钱 他知道要崩盘 他会拼命倒 倒倒倒 他知道你阻力接不住 最后阻力就垮掉 所以你看台湾以前 什么四大阻力 几大阻力全部死翘翘 有一个下来的谜 现在的股票 不比当年的股票 现在的股票 很多都怎么样 大股东都非常有钱的 他那个成本 都已经经过几十年 非常低的 所以哦 你那种亏损公司 我是大股东 我是老板 我公司一毛钱 没有赚赚鸭蛋 有人要炒我们的股票 赶快倒啊 对不对 没有崩盘的时候 公司派可能 隔岸关火啊 对不对 人眼旁观啊 你尽量拉嘛 我看你能拉多高 你拉越高越好 我身价越高 拉到我看你也拉不动了 我才倒给你 听得懂吗 很多公司派大股东老板 他不是不会到货 他是看情况 崩盘他一定把它灌到死 因为他是亏损公司 这三大族群的 来来来 生计 游戏 跟亏损公司 这三个是一定会挂掉的 我讲得非常清楚 那老船长基优股呢 基优股像是这种 像是这种基优股 台北股市如果没有跌破万点 没有崩盘 他还会怎么样 拉上去哦 有大钱可以赚哦 但是如果跌破万点 崩下去两千多点 金居也要卖 全部卖光光 手上不能有半张持股 而且要放空股票 而且怎么样 还要放空旗子 我讲的各位观众 清不清楚 很清楚 那下半段节目回来 你千万不要走开 有些什么谜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导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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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 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他同步帮你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再见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 2389 8689 2389 8689 好 那么 你的股票 自己要保重了 因为太多的股票 最近纷纷地重见落马 除了我上半段节目讲的之外 这一档我说过不要乱捅 捅错就完了 捅心 看到没有 挂了没 当然挂了 这个就是准备要往下走了 这个三亿的 那谁叫你们买捅心的呢 当然就是职业的爆牌投顾 送牌老师 那一阵子很红嘛 里面还有 他们都一条 一条龙一系列全部都爆牌 公司就是 就这样干就对了 那么还有老师 也是黄贴子大王 叫人家要注意捅心 捅心可以注意了 如果捅心长上去 他就说你看 我是不是叫你们来捅心 那捅心呢 叠下来呢 他一定没有捅心 所以你看他们的话术 什么注意啊 他都鬼扯淡 那跟他阮生兄弟的 来这一支 等一下 叫大宗 也是一样三亿嘛 两个都三亿的股本 我们都在苗栗隔壁三亿吗 记不记得 爆牌投顾 职业的 这个都大的头部了 没有人会拉上去给你解套 你不要做梦了 这未来 我跟你讲 所以你们现在每天回去念阿弥陀佛 你就每天保佑 神明保佑你万点不要跌破 但是我偷偷告诉你 神明没有在保佑这个的 这样了解吧 所以你要靠自己 你要当机立断 台北股市很多股票现在已经全部都走空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妙了 真的不妙 因为你看美国还稍微反弹九十几点 我们往下谈七点 自己保佑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开期货户头 我已经讲烂了 我不想讲 看测标了 你今天又输多少钱 因为为什么 你很执着嘛 你的人生永远执着在怎么样 跟猪脑袋抠讯嘛 我只是请你脑袋怎么样 转一个方向 用棋簧 你就非要坚持 那你最后一定是这样嘛 输脱库嘛 头冒金星嘛 你转一个方向 散户救星啊 对不对 胜率极高 当然要赚钱嘛 而且要怎么样 经常赚嘛 我的什么名字 人工智慧嘛 AI嘛 老船长 我听过人工智慧 但是听过归听过 你不相信 你不用它 等于没听过 人生就是这样 不要讲了一堆道理 哇 你看你老师在电视上 哇 讲东讲西还讲故事 好厉害哦 结果他套牢的股票 有没有解套 没有 然后怎么样 说他天天大赚 鬼扯淡 老船长 那你把你的棋簧拿出来 看一下啊 对不对 大盘 今天长这样子 当冲着怎么做 很简单 有棋簧一的都跟我对 这张图造假 先赔五亿八千万 新台币 这个不是抠讯 这没办法造假 抠讯可以造假 来 我现在问你 这一段是不是做空 好听 这一段是不是做空 对不对 你这一段如果收到抠讯 叫你做多 有没有 你先回答老船长 有没有 有了 这一段反而要做多 对不对 你这一段有没有收到抠讯 出脑袋抠讯 有没有叫你做空 有 最后又杀下去了 你的出脑袋抠讯 是不是叫你做多 这个很清楚 这一段做空 做多 做空 你没有 齐黄 你没有指标 明确的告诉你 你这三段 你会乱做 你听得懂吗 这三段 齐黄要取 最后结局 赚一次就好 我说过 每天只要赚一次就好 你今天就收工 你就是赚钱 今天齐黄 有没有机会赚一次 不要问我 问小朋友就知道 对不对 不相信来跟我对 今天怎么样都可以有办法赚一趟 就算你做错边了 你这边赔 这边赚 这边赚 这边又赚 这边又赚 你还是赚 一天又过去了 又放在口袋 一日复一日 一年下来 一口单目标就是赚50万 嫌少就是500万 做十口 我讲过 齐黄二还是在空方 不用讲 所以台北股市 它就是怎么样 拉不上去 就是这么神准 你就不一样了 我每天在这边苦口婆心 这个要有忧患意识 对不对 台子旗 对不对 要避险用的 先把户头开好 有甩过我吗 我告诉你们 要避开这个股 避开那个股 对不对 然后亏损公司不要买 你们有相信我吗 我的老师标股大王 对不对 一档接一档 1 2 3 4 5 对不对 我就是看到他电视上表演的这么厉害 这么神准我才加入的啊 我怎么可能参加老船长的呢 对啊 就你现在的下场是什么 每一支都套牢 而且是一堆股票 你的老师叫了一堆股票 但是你看节目一定要砸电视的啊 我的夏列明 因为电视上还在继续大涨啊 还是永远赚 没有赔过任何一次啊 你就知道你自己是猪脑袋的嘛 对不对 不要听 我不爱看老船长节目 跟他比这样 没有关系啊 你输钱又不我输钱 你不爱听 可以去看别人的节目啊 因为你的命格 你的人生里面 如果是中年逆有 是一辈子跟着你的话 你最后的下场 一定是凄惨无比 我的夏列明 因为你不爱听真话 你喜欢听假的 你的人生活在怎么样 网路的世界啊 对不对 很多人 像我从来不相信网友在讲什么 人家问我说 我的夏列明 我都开玩笑讲 网友就是往生的朋友啊 神经病啊 对不对 当然不是啦 就是开个玩笑 就说 这不是我这样讲 大家都在讲啊 网友因为有时候很气嘛 网路上胡说八道 乱发言的一堆 都以为没有刑事责任 其实现在人家都在告 你知道 所以不要随便在网路上去攻击别人 你以为你怎么样 你只是躲在阴暗处的一个老鼠而已嘛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从来也不相信那些鬼话 我反而用我的生活圈 我生活圈也算是网路嘛 对不对 我很久哦 龙龙啊 够我就说大宇之后 有的人来找老船长 那么真的有人来找老船长 透过生活圈 我讲完了信不信 不信啊 大宇之已经跌死了 已经跌到一百零几块了 对不对 怎么可能再继续跌呢 对不对 老船长跟他讲回头事案 不听啊 不听再送你一支跌停板 我看你多有钱啊 我的话不听没有关系啊 责任你自己付啊 是不是 有些人会听啊 那就叫做遇到贵人啊 所以老天爷也许会安排一些贵人给你 但是啊 你不见得有那个福气啊 你听得懂吗 所以说啊 你今天应该做棋子 跟着猪脑袋抠讯继续输嘛 或是怎么样 你的股票现在继续往下灌 灌得很惨嘛 对不对 那要怪谁 我知道你手指会指向那个 啊 头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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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啊你自己都不用怪啊 如果你没有看我的节目 你一昧的怪头顾老师 我觉得OK啊 因为你无知嘛 啊我的节目天天教 天天告诉你 天天教你破解 结果你还要继续上当 还要继续听继续跟 结果你怪老师 你觉得老天爷会不会听你的啊 我不相信啊 所以啊 人家说啊 两个人打架 同时动手啊 狗咬狗一嘴毛 两个都有错 对不对 自己再不去开期货的户头 这个都是新台币啊 只要有行情让你赚 你可以用台子旗来赚钱 结果怎么样 你永远跛脚操作 我就是只要做股票怎么样 对不对 没有关系嘛 现在大盘还没有到血流成河的时候嘛 我哨子一吹 嗶嗶 我告诉你啊 来不及了 现在台湾的钱很难赚 以前的台湾的钱是岩角木 现在台湾的钱 你几乎想要赚 很难 不要只有比登天难 真的很难 当你的钱 一点一点的流失的时候 也许你还不会痛 逛一个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惊醒 哎呀 老船长叫我留最后一咪咪的钱 来做棋子 来开户做棋子 一口单才八万多 然后用棋皇来反败回胜 那个时候你才想到 我是真正为你好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来不及了 因为那个时候 你连做棋子一口 八万多的钱可能都没有 就是如此啊 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也是一样 每个礼拜 每一天 你要打广告中的电话 把这个棋皇带回去 对不对 我是不是都有讲 到上个礼拜 对不对 你有没有把棋皇带回去 没有嘛 对不对 你今天棋子又输钱 你要怪谁啊 请问各位观众 大家平民里 要怪谁 这可以造假吗 这个赚钱可以造假吗 你今天自己做的 跟猪脑袋抠讯的 你就继续打开电视 看他表演啊 预挂单最高最低 一定会中 你一定都不会中嘛 因为他就发二十组抠讯嘛 是谁啊 上网路去查 已经跟你讲了一百遍 有没有 叫你上网路去查是谁 你为什么不去查 一查就知道是谁 因为同一个人嘛 这还用讲吗 旗子还可以预告 还可以预挂 讲给鬼听吧 现在是中华民国 一百零六年啊 西元二零一七年啊 预挂叫什么意思 你买一档股票五十块 你今天预挂涨停板要卖 请问你真的涨停板就会来 神经病了 那个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嘛 或是看棋子老师在解盘 哇每一步都对 废话 盘后在解盘的棋子老师 你也跟 难怪你参加输钱 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再解棋子盘了 我从来不解 那个骗三岁小孩的 棋子要解什么 明天怎么做 明天一开吧 又跟猪脑袋一样 又不会了 当下就是怎么做 我告诉你 很简单 就是人工智慧电脑运算 AlphaGo下围棋怎么做 每一步都算到全部的步数了 因为它是怎么样 人工智慧嘛 电脑运算 我们人没办法 顶多算下面几步而已 是不是 自己把握了 顺最后的几万块钱 控制一下 还有一咪咪的钱 赶快来找我 我还是那句老话 广告中的电话 对不对 把齐皇带回去 不然我们明天再来看嘛 每一天我都坐在这边等你 你的钱不要输光哦 好不好 今天听完我讲完之后 愿意 忠言不再逆耳的 愿意拿起电话来的 你自己好好把握 五 四 三 明天见开始拨打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